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类命运共同体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America 跟我再一点 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 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9月和10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出席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 参与initiative 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与热门的效果 国际社会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人文交流合作的战略平台 承载着重要的国家使命 博览会以推动文化交流 共谋合作发展为宗旨 以丝绸之路精神为纽带 以文明互建与文化交流合作为主题 以实现民心相通为目标 处理打造国际化 高端化专业化的国家级文化博览会 成为中国与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 第一节 一带一路概括 2000多年前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 生产过程中 探索建立的多条年系 亚 欧 非的丝绸之路 丝绸 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 所以 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参与 和古代丝绸之路 一脉相承 合作共同 共同发展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终极理想 与伟大世界 合作共同 Win-Win Cooperation 共同发展 Common Development 所以 一带一路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非常重要的实践平台 一带一路 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丝绸之路经济带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2013年9月7日 习近平主席 在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英夫大学 发表重要演讲 首次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 2017年10月 张开的中国共产党 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 又5次提出 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共产党第19次 全国代表大会 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 向大会做了题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大胜利的报告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共建丝绸 根据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 遵循以下丸绸 遵循 俑 follow abide by 原则 principal 秉承共商 共享 共建 共商 共享 共建 wid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values 恪守联合国宣章的终枝和原则 第二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判 2015年9月28日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 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 The 7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认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但近世界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随 但也面临多多共同挑战 特别是2019年以来的新冠肺炎大流行 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 新冠肺炎COVID-19 不论人们身处合国 信仰如何 是否愿意 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 与此同时 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 全球价值观已经形成 全球价值观 The Global Values 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抗击新冠肺炎 彰显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 The Chinese State 中国力量 年日来 我是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全市上下严格按照上级部署要求 狠抓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全力首劳疫情防控防险 在龙岗高锐口腔门诊部 工作人员对进入诊所的市民 严格执行测体温 戴口罩 晾二码 扫行程码等防疫措施 基层医疗机构是疫情防控的前线 除了严格落实日常防疫措施外 工作人员还需详细询问和登记患者病史 有效提升早期识别能力 充分发挥哨点作用 如果碰到有发烧的 我们要闭款管理 转转到上级医院里去 还要打电话跟踪反馈 到底有没有去愿 有没有去发热门诊 餐饮 商超 饮居院等重点公共场所的防控工作 也是重中之重 越青市田野中餐厅双宴店 是当地人流量较大的餐饮店 但在工作人员暗访时 该店并没有落实进店扫码测温等防疫措施 且店内多名员工未按规定佩戴口罩 被有关部门做出关停整顿15天处理 通过一定是这个田野审港 也希望能够提醒更多的餐饮服务业 在疫情环境过程当中的具体措施能够逐一落实到 据统计 目前全国共有中高风险地区136个 7月1号至8月14号 我是供排查管控国内重点地区来温人员15,047人 已完成核酸检测1303人 下一步我是将继续强化各类重点来温人员管控 航空海港口岸管理 重点场所管控 药店和医疗机构哨点监测管理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疫情防控宣传等六项工作 全力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属住不发生中高风险地区 乃温人员 托管 路管的底线 属住不发生 聚集性疫情的底线 属住不发生 我是机场 港口 输入病例 引发本地病例的底线 属住不发生 愿港的底线 确保疫情的我是 不扩散 不蔓延 2019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生的 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 重大突发公共衛生事件 突发事件 emergency 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 中国政府和人民 完全拼搏 克服困难 充分体现了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彰显了伟大的中国力量 为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智慧 The Chinese Wisdom 2020年5月18日 习近平在第73届 世界卫生大会 视频会议开幕式上 发表题为 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讲话 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 习近平给出方案 团结合作 是最有力的武器 疫情 Epidemic 中国人 用实际剧行动 则剧行动 中共 通常 您 替日 明镜 的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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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用实际行动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 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就职经验 据统计 目前中国已同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 疫情防控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治疗方案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中方多次组织专家 同全球各个地区的国家分享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 Chinese experience 并新后向由紧急需求的国家派行医疗专家 提供医疗物资等紧急援助 因此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订阅,转发,订阅、证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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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一代一路 共同发展 共同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